之前我用大疆无人机在屋顶寻宝 成功找到了一个锦囊 但有眼尖的网友就告诉我 这亭子上还有一个锁镯 而且还是白玉的 只是我反复观看原视频 还真有一个固死锁镯的东西 紧接着 我拿上我的无人机 再次踏上了寻宝之旅 OK 宝贝就在这亭子上面 咱们用无人机环顾一周 看看还有哪些宝贝 切换到无人机视角看看吧 我这个去 这是哪个老六的拖鞋啊 待会把他求下来看看 再看看旁边 好像没啥东西了 咱们往右边飞吧 这应该就是网友所说的桌子 旁边还有一个外套 等一下把他们全部求下来 剩下的地方啥也没有 比我兜里还敢 所以这次的目标很明确 拖鞋 手镯和衣风 快晚 遥控爪子已经安装好了 咱们先把拖鞋搞下来 先飞到拖鞋上方 调整一下位置 OK 就是现在 往后了 拖狗了 没关系 再是一次 就是现在 天空一声巨响 拖鞋 闪亮登场 朋友们 这个远古拖鞋 应该放了有两年半了 皮肤碎片 都掉广了 接着我们来处理一下衣服和桌子 先把外套求下来吧 这衣服太重了 无银机死出尺奶的劲 也没办法 把它拖下来 只好放弃它 先抓旁边的桌子 差一点点 再来 可惜一浪 但是胜利就在眼前 就是现在 我去朋友们 终于搞到手了 一截水管了 不是 塑料桌子这水管限定 刚刚好啊 朋友们 我就问你 优雅不优雅 OK朋友们 一只水管限定手镯 和一只远古破伤风小拖鞋 非常不错啊 滑死了 那些说百日手镯的网友 麻烦站出来 我想带着这只脱鞋 亲自上门感谢你